现年87岁,人称四哥的谢贤今年屡传身体出现问 不过多次被网民也生捕获,即使撑着拐杖,但不 甚稳,精神意相当不错,令谣言不攻自破 但日前网上传闻声称谢贤突瘫痪紧急入院操劳过度 照曝光看哭众人,结果令好友们大为不满 相关 读,好友陈淑芬在一个贴上大年初二与朋友们的河 忍不住为谢贤澄清,年初二连同大佬也及闺蜜 波拉与四哥谢贤拜年,四哥精神意义,状态超好 新的有说有笑吃着萝卜糕,看看电视,非常开心 来没打算post这张合照,因突然看到YouTube的不实新闻,感恩 非常愤怒,新年流流,这样诅咒为老人家,真细彩 这个歹毒的始作俑者,居心何在,特别发放这张 吴宇四哥谢贤的合照,让大家放心 相众所见,谢 身穿著超鲜艳的红色T恤兼橙色西装外套,一贯all back 伪装在家黑超,感觉相当sharp型,造型讲究尖刑暴,大 大姐以朝look粉碎入院传闻,谢贤曾经有过两段婚 她与首任妻子珍珍于1976年协议分居,结束维持了 年的婚姻,1979年再与迪波拉结婚,先后诞下一对子 谢霆锋和谢婷婷,西二人于1995年,离婚收场,至今仍 建议是朋友,虽然迪波拉在2000年与祭师将要成胡 抗再婚,但依然三人行步时有聚会,迪波拉一多次 访问上说,我好幸运,我个将生只要几个姓谢开 坐埋一骑,渠化去洗手间,可以两个钟都无反离 后会散短讯化我知,清完再去,又或者两个子女 灭大事,将生都会隐形,避我垫似为一体,哪样我好感激 其他文章,星岛申诉王毅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许我要赞取栏目,成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区,立即我要赞取想帝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留区区有申诉活动专页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文章